原来是舅父啊 方才多有得罪 舅父别往心里去 你倒是挺会自来熟 我自不会与你一般借下 不过 为何是舅父 就不能是兄长吗 没那么老 因为娘亲叫你哥哥呀 娘亲的哥哥 不就是舅父吗 这点资料 我脑袋里还是有的 资料 脑袋里 什么意思 难不成他不是人类吗 那陨石里还有别的好东西吗 有哦 小金 你真是娘的宝贝 瞧瞧 瞧瞧这便宜儿子多好啊 一来就给他带了这么一份大礼 别人要给孩子种口粮 他的孩子自带口粮 那是 我可是娘亲唯一的宝贝 唯一 你那么认为就那么认为吧 娘亲 我还带了好几颗陨石一起来了呢 那些陨石里面也有不少好东西 还有 快快 这儿子没白认啊 这儿子认得好啊 那我们现在过去 好啊 我现在带娘亲过去 等等 先将这里的矿石收好 若是我们离开的时候 爬上来拿走了怎么办 哦 对了 这些矿石 也要辛苦你帮忙拿一下 你总不可能让我们两个小孩子来拿吧 你现在知道 小公主是小孩子了 那你方才还叫娘亲 叫那么甜 怕疼了怕疼了 哎呀 这卡月来了 真是挡都挡不住啊 知府府门外 知府大人 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呀 那粮食是我们下半年的口粮啊 若是没有了 那我们真的活不下去了呀 是啊 我家还指望你点粮食过日子呢 知府大人说了 这是天灾 没办法的事 你们若是想要赔偿 就找老天要去吧 知府大人 您不能这样啊 对啊 知府大人 您不管我们 我们真的会死的 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知府大人 吵什么吵 遇到这样的天灾能怪谁 只不定是你们 自己做了什么缺德事 才被老天爷这般惩罚了 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们应该 多找一找自己的原因 这是能赖知府大人吗 别在这里相差找 我们也不是怪知府大人的意思 知府大人 是我们的父母官呀 我们只是希望 知府大人 能够帮帮我们呀 我们只是希望知府大人 能够给我们指一条明路啊 我们从未干过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知府大人 也管不了你们 如今土国都已经没了皇上 你们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自己想办法解决 不要总是想着旁人来帮你们 土国失败了 但原国接手了呀 我们现在的皇上 不是德武帝吗 德武帝不是说了吗 我们和原国百姓 是一样的待遇呀 法判灵与